得知我是锦里体制后,养父母把我送回首富爸妈身边,当天,我就吃了个闭门羹,首富爸指着我鼻子表示不认我这个乡下女儿,首富妈也不甘示弱,表示我痴心妄想。 我弟更夸张,拉着白莲花甲千金上演姐弟情深,我笑了,怕是首富要一主了,算命地说我是个锦里,还是首富的女儿。 嗯,锦里没错,但天地良心,我觉得我爸妈跟首富丝毫不搭边,然而我们还是去做了个亲子鉴定,结果是我跟我爸妈之间的确没有血缘关系。 我爸妈,哦不,养父母,他们当机立断,去了我出生的医院,询问了当时接生的医生,既经辗转之后,我们终于确定我的确是报错了。 这个消息对我而言震撼程度不亚于,中国男族夺得了世界杯冠军,于是我们一家严肃地聚在一起,讨论这件事的解决办法。 我养父母的意思是,那边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,我要是想回去他们不会阻拦,我本身倒是不怎么想跟我养父母分开,但对于我的亲生父母,我又的确是想要见上一面,于是思虑再三,我还是拿上了医院的证明。 准备去见一见他们,我爸妈不愧是首富,住的地方也是市里闻名的妇人区,我找到他们,礼貌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们说了一下,并把医院的证明拿给他们。 我爸妈看了一眼,接着满腹狐疑地看着我,小姑娘,做假医院的公章是犯法的,你为了攀上豪门胆子有点大呀。 我早就料想到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我,于是我提出早就准备好的建议,不卑不亢到我没有骗你们,这就是真实的医院证明。 如果你们实在不信任我的话,我们可以现在去做亲子鉴定,如果证实我跟你们的确没关系的话,我可以承担所有后果。 我爸妈对视一眼,最后还是带我去做了亲子鉴定,结果出来那天,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来了,疑似跟我抱错的女儿柳斯,和我名义上的弟弟柳明。 科学的鉴定结果证实了我确实是他们的孩子。柳斯听到这个结果,当场就无嘴哭了起来,我爸妈立马心疼地去安慰她,柳明往前一步挡在她面前。 满脸敌意地看着我,就算你是抱错的又怎么样?我们家就我姐一个女儿,你回去吧。 柳明的眼神相当闲雾,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我张了张嘴还没说话。 柳斯已经带着哭腔吼了出来,我从小就是柳家的女儿,这么多年都是我陪在爸妈身边,你凭什么用一张纸就妄图取代我的一切? 我,等等,我什么时候说要取代她了? 苏勒,你要什么我都给你,但你不要抢走我的家人好不好? 她缩在我妈怀里,哭得我见油脸。 我没,苏勒,我爸突然开口打断我,如果你是为了钱来的,你说个数,我们给你。 但任你回来不可能,我们柳家永远只有私私一个女儿。 我不是来要钱的,我无力地辩解,我妈在旁边讥笑一声,你当然不是来要钱的,你是来当千金大小姐的。 她怀抱着柳斯,冷冷地看着我,苏勒,你太恶毒了,抱错了就抱错了呗,我们一家生活得好好的,你干什么回来,恶心我们。 我正愣地看着她,不敢相信这是从我亲妈嘴里说出来的话,我告诉你苏勒,我们永远也不会抛弃,思思认你回来,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 我的爸爸,妈妈,弟弟,三个人以保护的姿态,将柳斯护在身后,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侵略他们的敌人。 我沉默地站在他们对面,平静地感受着他们对我的敌意,过了好半想,我突然轻轻笑了一下,我爸妈他们的姿势更加戒备,我却主动退后一步,对着他们客客气气地弯了弯腰。 首先,我很感谢你们生下我,毕竟不管怎么说,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我。 其次,我要解释一下,我这次来找你们并没非想要,回来当什么千金小姐,只是单纯地想看看我的亲生父母,是什么样的而已。 我对着他们弯了下眼角,眸中的那点星光渐渐变得凉薄起来,最后,感谢你们丝毫不听我解释,就表露出你们内心的嫌恶。 我以后不会再认你们,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 我说完,还想着生育之恩给他们鞠了个躬,接着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,一直到我走出了小区,我这才停下脚步。 我转过身,遥遥望着柳家别墅的方向,嘲讽地弯起嘴角,等着吧,这首富很快就要一煮了,回到家,我养父正在摆弄玉食,我养母则在厨房做饭,浓郁的饭菜香气飘在不算宽敞的屋里。 但比起柳家的豪华别墅,却更有人情味儿,乐乐回来了呀。 养父放下了放大镜,笑眯眯地看我,感觉怎么样? 我养母也从厨房探头出来了,我看看他俩,忽然就跪在了他俩面前,平平平地磕了三个响头,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,谁来都不好使。 本来我也就只是想去柳家见见给我生命的人而已,这下更好,连见他们的理由都不用找了,我可以安心地陪着养育我的父母了,两老惊疑不定,欺负你了,他们早有女儿。 我大致说了下柳家那边的情况,听得我爸妈都气了,我们找他们算账去。 我拦住了两老,各有家庭,各自安好就行了。 柳家那群人对我的贤物已经刻在了骨子里,我不想养育我的父母也遭到,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,俯视楼一般的鄙夷,那你以后,我妈拿着锅铲,脸上有着止不住的心疼和担忧,我笑着冲她眨眨眼,除非您和,我爸不要我了,否则我就永远赖着你们了。 傻孩子!我妈哽咽起来,我爸则是欣慰地点着头,眼眶也有些湿润,以后有我们疼你,不缺他们那点爱。 对,咱们苏家的女儿,也是被宠着长大的,她柳家不要,我们苏家稀罕着呢。 两人争抢着安慰我,生怕我难受,其实我还好,原本就没有对柳家抱以任何幻想,所以被柳家拒绝认亲后,也只觉得有些啼笑皆非。 乐乐,你看这个。我爸献宝寺地从房子抱出个盒子来,兴奋地推给我,快看快看。 我在她的催促中打开盒子,里面有张斐翠鉴定书,我挺疑惑的,我爸是玩石头的,所以也就带着我和我妈在矿区安了家, 因着她眼光还行,家里条件虽说不上大富大贵,但也是富足安乐,只不过矿区环境不好。 而我又爱跟着我爸摆弄那些石头,所以常年灰扑扑地,土里土气。 估计这也就是柳家人骂我乡下丫头的原因,但是这种鉴定书我爸多的是,难道这张还能有什么不一样? 你前阵子让我买的那块大石头,你猜里面有什么? 我爸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,便开始提示我,这么一说,我也想起来了,那块石头还挺大的,花了它二百块钱呢, 也是我和爸妈做完亲子鉴定后,回来的路上偶然买的那块石头,这段时间是多,我也忘了那是绿匪? 还是冰重? 我猜了几个,我爸点头又摇头的,把我都弄猛了,我妈在旁边笑骂他,就你喜欢故意逗乐乐,你赶紧告诉他不行吗? 是翡翠冰重,春带子。 我爸也不卖关子了,笑得眼尾皱纹都舒展开来,乐乐,你是爸爸的小福星,当时要没有你指着那块石头说好,爸爸也就不会买了,那里头的货可不少。 说到后头,我爸已经笑得像个孩子,老婆晚上多烧几个菜,我要喝点酒。 我妈笑称他,但还是进厨房忙碌去了,我则猛了,难道,我真的锦里附身了? 乐乐,爸爸把这个拿出来,是想告诉你,咱们家也会有钱的。 我爸忽然郑重地看着我,带着伤感和歉意,爸爸原本想着让你去过更富足的生活, 但他们家竟然欺负你,以后别的姑娘有的,我们家姑娘也会有,不比他们差。 爸,我猴头一梗,眼泪都下来了,我从来没嫌弃过爸妈,也没觉得我们家比别人家差什么,相反还觉得很幸福,因为我的爸妈都真正地爱着我。 而首富家,再好,但亲情早已缺失,眼前人却从我姑姑落的后,便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虽未流着相同的血,但羁绊早已根植于血液骨髓之中,况且。 我相信我们家未来肯定会超越柳家的,一定会的,我考上心仪的大学了,暑假里,我充分发挥我的锦理体质,天天跟我爸泡在矿场,摸遍了我能摸到的所有石头,功夫不负有心人,锦理体质加上眼光独到。 我和我爸开出来的石头就没有赔的,一个暑假,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,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 我让我爸去顶锅,说石头都是他开出来的,他慌得连连摆手,说我去读大学了,他开不出好石头来,会被人骂死的。 我想想也是,让他含糊其词就行了,实在不行就往我身上推,我是锦理体质,不怕有心人刁难我。 而我也想好了,我大学就主修珠宝鉴定与设计,有了文凭在手,锦理体质就不会很突兀。 送我到学校的时候,爸妈都哭红了眼睛,满脸写着不舍,我抱抱他俩,然后又冲我爸笑道,等我放假了。 咱爷俩在一起摸石头啊。 好,好。 我爸眼眶通红,说了两个字便赶紧被过身抹脸去了,我妈哽咽着,缺钱了就说,知道没有。 妈,已经很多钱了,矿场在南锤,而我则北上京都,离他们太远,我妈恨不能,把家里所有钱都塞给我才好。 我妈不说话了,抱着我好大话,才松开手我们看着你进去。 我知道,他们担忧,也就努力地仰起笑脸,挥挥手,拖着行李箱往校园里走,半路回头看看,他俩仍站在原地。 我挥挥手,他们也笑着挥挥手,可彼此都忍不住落了泪,怕他俩看见了会担心,我故意加快脚步,等拐过弯后才藏在树后面,看着他俩在校门外站了许久才离去,我这也才拖着行李箱离开。 这里离家太远了,没有春带子,没有诺冰种,也没有四季如春的温暖,更没有爱我的家人,但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 等我学业结束后,我一定要带着爸妈飞黄腾达,但是我没想到,我会在宿舍里遇上柳斯。 他早早就占了位置最好的床铺,英粉色的床帘和被单自带仙气,柳家人正帮他忙前忙后。 挑见我时,柳家人惊讶了下,然后眼里就都浮起了嫌恶,我也很郁闷,我知道冤家路窄,但没必要窄的我和柳斯狭路相逢吧,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 柳母语带讥讽,早就告诉过你,柳家只认思思,你追上来又有什么用?想要钱是吧,三十万够不够,我给你。 柳父也开了口,皱着眉打凉了下我,然后便一开了眼神,嫌恶已异于眼表,柳明痴笑,爸,你看他土里土气的样,三十万哪能喂饱他,至少三十八万。 因为落,柳斯就眼着嘴滴滴笑了下,我知道柳明在讽刺我,看看相亲相爱的柳家人,我眼里闪了梁宝,我跟你们认识。 自带戏份,哥那格应谁呢?让开。 我一把推开了挡在到中间的柳斯,去了他对铺,冷笑道,好狗不挡道,不懂。既然非要跟我搞辞敬,我还能怕了他不成。 爸,妈,柳斯不笑了,转而开始委屈落泪,柳母赶忙拿了纸巾给他擦泪,轻声安慰。 而柳府则黑着脸看向我,力声呵斥道,苏勒,你马上给思思道歉。 我听笑了,冷冷地看着他,你谁呀?柳父脸色一僵,我痴笑,无亲无故的,你跟我指手画脚什么? 柳家人急了,柳母一副恨不能吃了我的凶狠样,我们好歹给了你生命,你竟敢这样顽劣? 不好意思,我不承认。我扫了眼缩在柳母怀里楚楚可怜的柳斯,你给予生命的人正躲在你怀里装可怜,你可别上赶着跟我攀亲戴故的,回头又说我想占你们柳家人的便宜。 柳母眼有凶光,大概想撕了我,反应过来的柳父勃然大怒,反了反了,真是反了天了。 原地转了两圈,然后又满脸绿色地紧盯着我,一副他可以不认我。 但我必须得听他指令活着的蛮横扬,你再不跟思思道歉,就别怪我教训你。 怎么,你还想打人不成? 我警惕地退后两步,刚说完柳明就撸着袖子冲上来了,打你又怎么地? 啪,清脆的乍响声如踩破了鱼炮,响彻小小的空间,柳家人愣住了。 我甩甩手,似笑非笑地看着脸提上扶起,通红五指印的柳家少公子。 我常年搬石头,这手劲如何? 我可不是什么文弱小女生,看见有人来打指挥下的原地阴阴阴哭,敢打我,先掂量掂量。 能不能打过我再说,柳明气疯了,还要扑上来打我,但我飞起一脚踹他肚子上,给他踹回了柳父怀里,再动手,我就叫人了。 我冷冷扫过柳家人,做事要拿手机报警,柳家人这才不甘心地退下去,只不过怨愤眼神如影随形。 我整理行李的功夫,要是眼神能有实质,估计我都被他们戳得千疮百孔。 妈,我害怕,柳四躲在柳母怀里,莺莺莺,梨花带雨,我见尤莲,柳母就温柔地安慰着,柳父和柳明也在一旁, 帮枪,我撇撇嘴,忽然就无比庆幸没让爸妈送我进宿舍,不然看见柳家这群玩意儿了,不得隔应到他们,等我铺好床。 柳家人也商量下来,就在学校附近租房住,陪着柳斯,理由很简单,怕我祸害柳斯,我真特么听笑了。 我家在我和我爸妈的共同努力下,资产已经开始翻番,谁稀罕柳家那点东西,柳家都在校外租房了。 我以为柳斯也会跟着住出去,没想到他却留了下来,不过我懒得搭理他,我来京都学府是为了更好的前程和未来,没空和他和打嘴仗,但显然柳斯不这么想,我和他住对扑,掀开脸就能大眼瞪小眼。 而他也一改在柳家人面前,柔柔弱弱的样,各种挑衅讥讽我,但来来去去也就是那几句话。 无非说我土,说我穿成这样,也好意思来高等学府,我真不懂他的三观,智商和衣着有什么关系,他是穿得好看,每天都花枝招展的。 但每回被老师拎起来对的人也是他好吧,而且在京都炫富,他好像也不够格,秋季运动会已在筹备中,请大家踊跃报名亮出咱们班的精气神。 一晃眼,进学校也有段时间了,台上老师热情激昂地说着运动会计划,我也跃跃欲试,长短跑我都在行,跳高跳远扔千球也可,篮球我也会那么点儿,从小到大,我都是参加运动会的主将,老师,我推荐苏月。 但我自己还没有报名,柳斯那个多事的就已经抢先开口了,漂亮脸蛋上带着楚楚动人的无辜表情,好像他才是人畜无害的那一个,他班师头长大的体力肯定非常好。 声未落,一贯跟着柳斯玩的那群小跟班顿时就笑出声来,不演嘲讽,老师皱了眉头,我看看班上同学,大多都是皱眉冷脸的模样,显然没有跟着柳斯的想法走。 看来高等学府的同学素质和思维就是不一样,也就淡淡说道,老师,我的确要报名参加运动会,但我很不喜欢柳斯同学的个人作风。 阴阳怪气的,当我不敢说他呀,老师诧异地看向我,我站起身来,淡定从容地说道,古话有言,英雄不问出处,他管我是搬石头的还是捡垃圾的呀,我能坐在这里,就说明我有过人的实力。 倒是柳同学经常小考都不能及格,道教人怀疑锦衣玉石是不是养出了单细胞生物,而且他公然嘲讽我,我要他道歉。 我可是长了嘴的,纵然柳斯被我的亲生父母后代,从小在物质上就比我富足,但我也并不缺爱,我的爸妈疼爱我。 我也很坚定地爱着他们,在相等的精神待遇下,就问他柳斯有哪点比我苏勒高贵,倒是他的精神世界庸俗不堪,我只想给我自己讨个公道,替自己出口恶气,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抱以热烈掌声,苏勒同学的精神世界 丰富而强大,我赞同他的话。老师向我投了个赞许眼神,示意我坐下,然后又十分严厉地看向柳斯。 我以为诸位同学能坐在这里,已经明彻了书以育人的道理,但显然有人表面上看着好像读了书,但也只是叫读书而已。 高学历不代表高素质,也不代表个人涵养,仅仅代表你拥有了知识而已。 你的言行举止,会悄悄告诉所有人,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所以柳斯同学,你必须给苏勒同学道歉。 老师说得很严厉,同学们也都纷纷望向了柳斯,而一刹那间,柳斯那张漂亮的小脸蛋也骚得通红起来,他不甘心地瞪我,但又挨不住老师的威严,最终心不甘情不愿地张了口,苏勒,对不起。 没关系,我原谅你了。 我笑笑,淡淡地扫了他一眼,便一开了眼神,他与我,如浮云而已。 我找老师报了我擅长的运动项目,然后又参加了篮球社团,老师说报名的女生不多,希望我能多多益善,我也就充分发挥革命一块砖的作用。 哪里需要,就往哪里搬,反正运动会还要断时间,才会召开,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加强训练。 社团的人很热情,我很快就和那些姐妹混熟了,女兰经常会和男兰打友谊赛,我拿出打小就是运动健将的气势来,很快就成了女兰主力。 一记,漂亮的三分头,轻松逆转局势,女兰姐妹们都抱着我尖叫狂亲了,我顺手来了个左拥右抱,再朝南兰兄弟们挑衅地勾勾手指,再来。 看球的人挺多,笑声尖叫声蜂涌到球场上,我也没注意那些亮晶晶的眼睛,但烦恼很快就来了,送花送水送情书的人贼多,弄得我烦不胜烦, 柳斯看我的眼神也越发不得尽,好像我抢了他风头似的,整日里一副阴沉沉的样,我也懒得搭理他,但是等我又拒绝了喂某学长的花,准备回宿舍的时候,柳斯却在不远处的树影下喊我,苏勒你过来,我有话跟你说,是你有话跟我说,你自己不会过来。 晚上黑灯瞎火的,他又站在树营里,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好事,柳斯的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,满是愤怒,我痴声,扭头走人,回到宿舍,另两位室友还泡在图书馆里没回来,我打算洗个澡了,也去图书馆肯精神食粮,柳斯却气急败坏地冲进来, 苏勒,你还狂得很是吧,你脑子有病就赶紧去医院,我着实反柳斯成天,阴魂不散地盯着我,比那些送东西的还要烦,高中时我拼命学习,就是想考上这座高等学府,现在好不容易来了,自然是想要美美地享受大学生涯,谁有时间跟他扯皮。 拿了衣物就要去洗澡,他却跟疯子似的尖叫起来,你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地位,也配得到宋学长的钟爱,你会打篮球又怎么样,天天一身臭汗,简直就不像个女人,别以为你是真千金,你就能压我一头,你再怎么闹腾,首富家的千金依然是我柳斯,再赶缠着宋学长,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 则,我像看智障似的看着发疯的柳斯,宋学长是哪位? 我还真没注意过谁姓宋,看他眼里冒着怒火,一副恨不能吃了我的凶狠样,我只觉得他有病,而且还病得不轻。 吃生说道,柳斯,老天爷带你不薄,让你刚出生就拿了富豪牌,但人生路还长着呢,你现在是首富千金不假,不见得以后还是首富千金。 我劝你啊,还是好自为之的好,就一个首富千金而已,还是个假冒的,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和我叫嚣,但柳斯显然觉得我在挑衅他的地位,红着眼睛狠狠扇了他自己一耳光,力度大的我都惊讶了。 而他却疯狠地笑起来,苏勒,你竟然打我,我要告诉老师去。 我特么的,竟然还有这种陷害方式,看他当真要往外跑,我也是服了,你自己删的和我删的纸印并不同,你是不是蠢?柳斯不信,我也懒得再解释,要告就告去,别妨碍我休息。 跟蠢货说话久了,我怕低智商会传染给我,我拿着衣物进了卫生间,出来拿沐浴露时,就见他挥着手掌,在脸上笔画,遇上我的眼神,脸色,顿时又凶神恶煞起来,我只给了他个大白眼,这种人,不得不妨,洗完澡我就去了图书馆,安安心心地补充了好几个小时的精神食粮,回来时已经深夜过后。 柳斯说在床上与人连迈打游戏,半点也没提说要找老师告状的事,而我和另两个室友对视了眼,皆是看见了彼此眼中的狐疑,就这样的德性。 怎么考上这所高等学府的,就在我紧张训练时,我爸妈来学校了,我爸换了辆有小金人的车,然后带着我在商场里各种买买买,说我生日,就得让我高兴。 我是挺高兴的,爸,您又开了好玉石,必须的,好种水。 我爸冲我神秘的眨眨眼,都是小赚大的好买卖,乐乐,你想买啥就买啥。 嗯哼,我看着我爸,回了他个天地地知,你知我知的笑容,也就是说,就算我读大学了,我爸在家依然会受到锦理体制的庇佑,那个算命的没说错,你就是锦理。 我妈拉着我又是一通买买买,笑得何不拢嘴,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,别怕花钱,你们才是功臣。 说是给我买东西,但是我给爸妈挑了不少好货,没有他们,哪来现在的我,到最后我没买什么,倒是给他俩买了不少,我妈心疼我,你怎么不多买点。 学校里边有衣服呢,而且我还不爱这些又贵又不实际的东西,妨碍我跟着我爸搬石头。 花里胡哨的,也就能出门应个景,我妈哭笑不得,你呀,和你爸一个脾气,天天静想着那些石头。 乐乐这样就挺好,我爸护着我,但是又把张银行卡在我手里了,里面钱多,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, 小姑娘家家正是爱美的时候,别心疼钱。 爸、妈,我知道了。 我知道他俩远在千里之外,担心我吃不饱,穿不暖,所以趁着我生日千里迢迢地赶过来,陪着玩了两天, 梁老这才将我送到校门口,依依不舍地离开。 我提着他俩给我扫荡来的战利品进了宿舍,刚想把带给室友的礼物送给他俩,但我东西才刚放下,柳斯就怒气冲冲地进来了,旁边还跟着宿管阿姨。 苏勒,柳斯的手镯不见了,怀疑是你偷的。 宿管阿姨冷着脸,连客套话都没有一句,冷冰冰的话就甩到了我脸上,两位室友都惊了,立即帮我分辨, 苏勒这两天都没在宿舍里,怎么可能偷柳斯的什么手镯。 那意思是,你俩才是偷手镯的人。 宿管阿姨蛮横得很,把我两位知书达理的室友都弃着了,我挡在他俩面前,冷声说道,苏思什么时候丢的手镯,我怎么不知道? 你偷的,你会不知道。 宿管阿姨是个老妇女,一口咬死就是我偷了柳斯的手镯,让人想不怀疑她跟柳斯勾结都难, 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不明真相的同学,柳斯细精上身,哭哭啼啼的, 苏勒,我知道你跟我过不去,但是你没必要偷东西吧? 那是我爸特意给我买的老坑玻璃中翡翠手镯,价值特别高,你还给我好不好? 那是我的生日礼物啊,你还给我行吗? 他边哭边嚷嚷着,三言两语就把我渲染成了无恶不作的小偷角色, 室友们气得很,柳斯,苏月根本就没有偷你的东西。 对啊,我们也相信苏勒不是那样的人。 门口的女生们齐齐给我帮腔,我在校园里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风云人物, 那些或多或少与我有过演员的同学,都帮着我说话, 兴许是你自己不小心落在哪了,怎么能怪到苏勒头上? 手镯三天前丢的,不是她又是谁。 得不到众人支持,柳斯的脸色就难堪起来,我要求搜苏勒的东西。 那就搜。 老妇女没任何迟疑,立即就同意下来,跟着柳斯的那群小跟班们搓手冷笑, 立即就要动手,当我面色冰冷地拦在了衣柜前,有法律系的姐妹在没有, 若是她们搜不出来,我能不能报警? 能,法律系的姐妹给你提供援助。 门外有声音映着我,而我扫了眼音效中还隐含得意的柳斯, 莫名觉得有些不对劲,她表现得太笃定了。 莫非,她故意把手镯藏在了我的东西里,好几个小跟班冲上来,蛮横地推开我, 然后就开始在我衣柜里乱翻起来,也不过半分钟的时间, 有人就从我折好的衣服里翻出个匪双手镯,然后高举着手。 满是恶意地大叫起来,苏勒是贼,镯子果然在她的衣柜里。 门里门外一片哗然,两个室友的脸色都白了,红着眼角拼命帮我不可能是苏勒,绝对不是她。 那是你俩偷的?柳斯冷笑,知人知面不知心,就你俩蠢。 是你故意陷害苏勒才对? 室友们帮我争辩,可惜确底不过证据确凿,只能回我以无奈又悲哀的眼神。 他俩都知道我是被冤枉的,但却没办法替我洗清冤屈,报警,送他坐牢。 老妇女冷着个脸,站在柳斯身边,一副替他撑腰到底的样,我淡淡点头,嗯,报警吧。 不报警,如何能出我心头这口恶气? 门外窃窃私语的同学们都愣了,纷纷诧异地看向我,能考到这所高等学府来的人,就没有几个蠢的,看向我和柳斯的眼神都有着狐疑。 你还逞凶是吧?柳斯气急败坏,马上报警,我还要叫我爸妈过来。 我懒得理他,叫柳佳仁找过来,他以为他就能长能耐了,蠢货就是蠢货,没得救,警局很快来人了。 柳佳仁也带着购买手镯的发票赶到了宿舍,才刚打照面,那两个给了我生命的人就声色俱利地指着我。 警察同志,肯定是他剑材起义,偷了我女儿的手镯,你们赶紧抓他。 我那留着相同血液的弟弟,也嫌恶痴声,乡下人就是乡下人,竟然偷东西。 那样鄙夷和轻蔑,好像我是只臭虫似的,我看着,忽然就笑了,进门连因果都没问,就恨不能将我摁进烂泥里。 这样的柳家人,我生不会认他们做亲人,死也不会做柳家的鬼魂。 苏勒同学,你冷静点。 警察叔叔大概看我笑得慎人,眉头都皱起来了,我摆摆手,放心,我情绪很稳定,毕竟我还没傻到偷个假手镯,没事给自己找事。 你放屁。柳明张口就粗鲁地令人厌恶,这是我爸托朋友买来的高端货,你懂什么? 我是不懂,所以我亮出了手腕上的纯玻璃重手镯,这个也是玻璃重,老坑的,你能看出不同吗? 柳明一脸茫然,他看不出明堂,但是我看得出来,柳斯那个所谓的玻璃重只不过是高仿货而已,人家放柳家写的时候,估计拿盆接的。 而且灯光下,我的手镯清透洁净,流离着淡淡荧光,煞是好看,柳斯的那枚手镯虽然看着也漂亮,但荧光,微弱,那里还有肉眼可见的棉絮状晶体,品相差了不知反几。 柳家人的脸都绿了,但柳母仍是嘴硬的,恶狠狠骂我,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,懂什么翡翠,指不定就是买了个,假货回来想浑水摸鱼,欺骗我女儿。 女儿你别怕,爸妈都会保护你的。 她边骂,边将柳斯护到了怀里,柳父和柳明也紧紧地护在了旁边,我听着柳母口口声声地喊柳斯女儿,骂我是野丫头,眼中良意就更甚,警察叔叔,我申请做翡翠鉴定。 专专业鉴定师很快就来了,人家都没拿仪器,只削看一眼,便摇了头,苏同学的手镯是老坑玻璃重,价值非凡,而柳同学的这枚手镯是高仿品,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结果。 怎么可能?柳家人失声叫起来,脸都白了,柳斯红着眼睛冲我尖叫,苏乐,肯定是你把我的真手镯换走了, 然后放个假地在衣柜里唬弄人。反应挺快的,但我只想说他智障,都到这个地步了,还敢红口白牙地朝我泼脏水,真当我是吃素的,拿了购买发票甩柳斯脸上,专柜正品欢迎你去人家柜台上闹事,说他们卖假货给我。 还有,你那个破手镯若是我偷的,上面必然会有我的指纹。 我看着柳斯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进,冷冷说道,警察叔叔,我请求做指纹鉴定,看到底是我偷了他手镯,还是他将手镯放在我衣柜里,故意闹这出戏来污蔑我。 柳斯一个摇晃,差点跌下去,我痴声,你慌什么?快拿出刚刚飞说我偷你手镯的气势来,不然我都看不起你。 他恶狠狠地瞪我,但脸却白着,半句话都说不出来,是已至此,做不做指纹鉴定,结果都已明朗。 警察叔叔拿了银手镯出来,柳斯吓得慌忙躲进了刘母怀里,大哭起来。 妈,您救救我,我不要坐牢。 苏乐,刘母脸色铁青,利瞪着我,思思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 门里门外围观的同学们都听乐了,柳家人挺不要脸呢,诬陷人家,还报警抓人家坐牢,现在真相大白了,就说开玩笑。 脸皮也太厚了,简直是我们学校的败类。 这是我们要上报学校,柳斯行为恶劣,理应受到严肃处理。 围观同学里不乏管事的,皆都对柳家人的无耻感到愤怒起来,但柳母态度蛮横地骂过去, 有你们什么事,狗拿耗子,多管闲事。 这个泼妇,一群二十来岁的姑娘气得脸通红,但教养又使得她们没好跟着柳母对骂,但皆都打定了主意要将此事往上报,没道理这么欺负人的。 她们不出声了,柳母就蛮横地冲我说道,你跟警察说,这是我们私下处理。 你谁啊? 我眼神凉薄,哥在冲我大呼小叫的,我认识你。 俩室友疯狂给我竖大拇指,憋笑败的脸都通红了,门外的姐妹们已经不给面子地笑起来,说得好,谁认识她是谁啊? 苏乐,你再不听话,就别怪我教训你了。 刘甫阴沉着脸,话里威胁一足,只是那话听得我都想笑,请问你是我爸,还是我亲爹? 你教养出来的女儿偷鸡摸狗,竟干下做事,你还想教训我? 你们柳家的家风,令人堪忧。 我半步都没退让,若我不认识翡翠,若我性格懦弱点,那今天我非得被柳丝钉,在我是小偷的耻辱柱上不可。 怎么地,现在轮到柳丝上耻辱柱了,这一切就变成了可以被原谅的笑话,那柳家人想得未免太天真,我清楚地跟警察说了我的意愿,绝不姑息这种作奸犯科的行为,该怎么判,就怎么判。 柳家人恨不能用眼刀子杀死我,我只当没看见,然后实名举报了那个宿管老妇女,一查她果然收了柳丝的钱,帮着柳丝故意陷害我,然后她就被学校扫地出门了,柳丝则吃了个大锅, 然后又安排了豪华单间七日游,被抓走时,柳家人哭天喊地,如丧考笔,我就在警车旁边冷眼看着,没半分同情给他们,自作孽,不可活,警车远去,柳母哭倒在柳妇怀里,恨恨骂我,你害了思思,你怎么不去死,真希望你从来就没有出现,在我们的生活里。 柳妇和柳明皆是满眼怨恨,思思要是出了什么差错,你就给她赔命。 我本来还想叫他们以后别玩玉石的,但我现在想说,这样的人家就算是死绝了,又和我有什么关系,我转身就走,柳母在我身后尖叫,你别以为把思思弄走了,我们就会接受你,你永远都别想进柳家。 哼,真有意思,我听乐了,扭头冷冷地看着柳家人,就凭柳家,也配得到我。 我在学校里又火了,打篮球友谊赛的时候,我投个球就有无数声音激动地喊我名字,满场都是我的拉拉队,看台边送我的水就没喝完的时候,连铜鲜花都摆在那,队友们调侃我人气网,我一脸古怪地反问,难道你们不觉得像是在扫墓? 零食水果鲜花,怎么看怎么像,而且还写着我名字,啥。 女队友们愣过之后就笑疯了,男队友们则一脸郁闷地看我,乐宝,你别投千球了吧。 我挺猛的,这跟我投千球有啥关系,我们怕你再投下去,万一脑子跟他似的,岂不是人间损失? 啥跟啥呀,我半个字都没听明白,他们和他们几眉弄眼的不知道,在传递什么消息,而我休息会儿就接着开始体育训练,运动会就要召开了,我得加油才行。 迷地迷妹们永远都在,我走哪跟哪,但我一心想着训练,谁也没搭理,运动会开始前三天,柳斯回来参加考试了,好些天没见, 他脸色憔悴了不少,像是失了养分的鲜花,再无往日光彩,他还是会经常怨恨地盯着我,我则淡然处之,随他怎么折腾,考试结果出来得很快,我是我们系的第一名,迷地迷妹们都疯狂了,敲锣打鼓地给我庆祝宣扬,尤其当我运动会得奖时,个个激动得比他们拿奖还要高兴, 我挺不解地问俩,室友,他们得奖,还是我得奖,我都没那么高兴,你呀,这辈子肯定是钢筋投胎,室友们一脸无奈,我也很无语,明明是他们兴奋过度好吗? 运动会结束后,班上开表扬大会,我都快被女子组颁发的奖牌压弯了脖子,老师笑骂众同学,你们都学着点,人家苏乐不仅是学习上的高岭之花,体育成绩也让你们拍马莫及。 老师,这绝对是我们班的一节,我们服。 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起来,看我的眼神大多都是崇拜和羡慕,唯有柳斯那群人阴阴地看我,不知道瞎琢磨些什么,我也懒得理他。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,有鲜花和掌声环绕他,除了被他自己搞臭的名声,还能有什么,但是没想到柳斯还敢找我麻烦,趁着室友们不在,堵着我,历声说道你给我道歉。 我看你是在做梦,我冷着脸要绕过他,但他却忽然抓住我的手,狠狠往他脸上扇了两耳光,嘴角都打破了,我特么得,竟然玩这么狠,鲜血顺着柳斯嘴角留下来,他笑得疯狂这回我看你怎么抵赖,你疯了吧。 我用力抽回手,嫌恶地用湿巾狠狠擦了几遍,他倒是扶着桌檐,咯咯笑,对啊,我是疯了,我被你个小贱人逼疯了。 苏勒,上回你不是说自己删自己,和别人删的指印会不同吗?这回我看看有什么不同。 他笑着,摇摇晃晃地往门口走,这回你竟然敢挟思打我,我也要叫你受处分。 我,蠢成这样,我能有什么办法?我喊住柳斯,冲他直指宿舍角落里特一安的监控,你回来也有几天了,是眼瞎了吗? 知道他是个喜欢犯件,暗里或害人的玩意儿,我怎么可能没防范,所以和室友们合计装了这个监控,还真派上用场了,室友们给我带饭回来,不可避免看到了柳斯脸上的伤,我耸耸肩,他自己删的。 啊?室友们一脸膝,柳斯则恨地瞪我,快步跑出了宿舍,他一走,我就和室友们分享了打人的前后过程,听得他俩都捧腹大笑起来,我也是头回见到像柳斯这样蠢的,眼睛不中用,那就捐了呗。 一顿饭没吃完,我爸就打来了电话,说他带着好货来京都了,叫我也尝尝演,我听得心痒痒的,饭也不吃了。 赶紧跑了出去,我爸这回换了辆车标带小翅膀的车,站在车边东张西望的,看见我就兴奋招手,老坑货,绿色的,你猜是什么? 我看看他激动到搓手的样子,也惊讶了,难道是帝王绿,正确,而且是绿到妖艳的极品? 我爸高兴得给我用手笔画,这么大一块石头,里面含量高得很,乐乐,咱们家发财了。 我看着我爸张开的手臂,都有一人抱的架势了,这要真如他所说,那何止是发财,就着他张开的手,我高兴地抱了下他, 爸,爸,我妈呢,咱们要一起庆祝,我们决定在这边买房子定居,他在老家收拾东西呢。 我爸拍拍我后背,笑道,你独自在这里读书,你妈成天都担心地睡不着觉,所以一合计,我们决定搬到这里来。 都可以,但是钱够吗? 当然够,你爸爸我呀,现在已经是开实界的宗师了。 我爸笑得开心,是以我不用担心钱的事,咱们家现在不差钱,回头爸再给你整个公司,我女儿毕业后直接当老板,就不用实习了。 这个主意,我超喜欢,兴冲冲地跟着他上了车,走,去看那块帝王绿。 我爸没说错,那的确是块价值超高的石头,但因为品相不好,外表坑坑洼洼的,青苔也厚,打光,都看不出什么来,被我爸五百块就买到手了。 但是切开来看,里头的东西价值连城,玉石借流传着一句话,黄匪绿翠子为贵,但紫色代表的是贵气,真正值钱的还属地王绿。 我看着那块石头,只想说锦里体质真的双道,柳家那个首富之位,要不饱了,陪着我爸把石头处理好,我就返回了学校,有钱归有钱,学业不能荒废,只不过以前无论我出现在哪个角落,都会有迷地迷妹们脸红骇着的跟着我,今天却安安静静的。 偶尔遇上几个眼熟的,看我的眼神还特奇怪,装作不认识似的,匆匆跑了。 我低头看看自己,没哪不妥呀,经过篮球场时,社团队员们正在打球,看台上的人也挺多,但是看见我时,那些迷地迷妹们的脸色顿时就变了,一个个欲言又止,恨不能离我巴掌远,我随手指了个女生, 你告诉我原因。姐,有人说你被包养了。 女生怯怯的,但又坚定摇头,我们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,只不过你一消失就是好几天,也不给个解释,现在谣言越传越凶,校网上还有你和那个老男人的拥抱照片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和我拥抱的所谓老男人就只有我爸,是哪个手欠的拍照发到校网上如此污蔑我? 我点开校网,置顶的帖子明晃晃的,惊大笑话,竟然被人包养,究竟是人性的扭曲,还是道德的沦丧? 点进去,就是我和我爸树张拥抱的侧面照。 姐,你还是赶紧解释吧。 小女生怯怯说道,听说这事都已经惊动了校方,说是要严肃处理此事。 我点头,顺口问道,知道谁发的帖子吗? 柳斯,谣言就是他传的。 小女生说得很笃定,我也笑了,姓柳的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,既然想找死,我成全他,我直接去了教导处,鉴于我品学兼优,运动能力又强,老师们大多认识我,只不过这会儿看我的眼神很是惋惜,辅导员急匆匆地拦住我,乐乐,你怎么能犯这种糊涂? 我没糊涂,那就是莫须有的污蔑我。 我知道他想劝我毁过自心,争取宽大处理,但我又没做错任何事,凭什么受这种冤枉,教导主任也在。 我静止说道,主任,我要和造谣者柳斯当面对质。 又是他,主任挺惊讶的,但立即打了电话,柳斯来得挺快,连同他来的,还有柳家父母。 如同每次见面那样,柳家父母,什么都不问,就率先维护柳斯。 主任,我女儿都拍到苏勒合个,老男人搂搂抱抱的照片了,还有什么好盘,问我女儿的? 苏勒要找柳斯对质。 主任把主动权交给我,严肃说道,本来这是在发生当天就要调查清楚的,但苏勒同学请假离开了几天,现在他回来主动处理这事了,你们刚好把这事说清楚。 都有照片为证了,还有什么好说的? 柳斯脸色阴郁,隐约有着戾气,苏勒出去这几天,全陪老男人潇洒快活了吧。 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 我冷冷对回去,我就想问你,照片是你拍的,谣言是你放的,对不对? 柳斯大概是觉得胜券在握,毫不犹豫地点头,我轻喝,刚想给我爸打电话,柳母却先阴着脸开口,苏勒,你真是我们柳家人的耻辱,从现在开始,我们和你在无任何关系。 对,你如此不知廉耻,出卖身体,我们决定和你断绝关系。 柳富四怕我听不明白,还特意做了补充,我没露过柳斯眼里的得意,只可惜,我从来没想过要认回他们,他们现在拿着事来说是,怕是打错如意算盘了,挑了眉,淡淡地看着柳家人,行啊,写个断绝关系书。 他们不要我,我也不会再要他们了,柳富没任何迟疑,找老师借了纸笔,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断绝书,还叫上柳母按了纸印,然后又看向我,敢不敢按。 我当即按了纸印,一是两份,我拍照保存,然后将断绝书贴身收好,不要我的人,我有什么可不敢的,办公室的老师们都猛了,看向我的眼神多了怜悯和同情。 但是我并不需要,我有爱我的爸妈,柳家人,我不在意,收好东西,我就给我爸打了电话,爸有人怀疑您和我有不正当关系。 您把户口本拿到我学校来,你爸居然也在京都。 柳思一脸的不可思议,忽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,眼神邪恶起来,该不会是干爹吧。 你可闭嘴吧,有你在,我觉得学校的空气都不新鲜,我不想和他说话。 走到了教导主任身边,果然柳思就老实了,我爸和我妈一起来的,把他俩的身份证户口本,还有我的出生证明之类的东西都摊在了桌上,恼怒道,我女儿冰清玉洁,谁造谣重伤他。 主任很机智地一指柳思,是他。 我爸妈的眼神瞬间就落到了柳思身上,柳思害怕地缩进柳母怀里,妈,柳母一脸警惕,你们要干什么?放心,不打他。 我还从来没看我妈这么生气过,虽然像在笑,但眼睛里满是怒意,她要是再赶找我们家乐乐的麻烦,我就带你们好好教训不听话的孩子。 你们舍不得教,那就我们替你教。 我爸长颜和石头打交道,风吹日晒的,相貌看起来粗广狂野,惊得柳母顿时就搂着柳思后退了几步,柳父皱眉,你们将苏勒养大的。 是我们。 我爸看柳父的眼睛很不屑,柳父也皱着眉,不知道在打量什么,而柳思愣了会儿神,又喃喃起来,苏勒不就是乡下野丫头吗?家里怎么会如此有钱? 你想多了,我家没钱。 我爸妈衣着普通,我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,看起来的确不像有钱的人家,柳思扫了两眼,竟然相信了,的确还是个穷丫头。 我翻了个白眼送给他,转而和教导主任说道,主任,柳思这回又造谣污蔑我,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,您说该怎么处理。 主任摇着头叹气,计大过家道歉处理你看如何?我不给他道歉。柳思哭了起来,我冷着脸,他不肯接受,那我依然报警处理。 柳父柳母恶狠狠地瞪我,但是这回我爸妈在,直接挡我面前了,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,有能耐,咱们来打一架。 柳父柳母没能耐,所以最后还是柳思当着全校的面给我道了歉,教导主任脸色严厉,在饭室,直接开除。 柳思哭哭啼啼地不敢抬头,我送爸妈出校门的时候,柳家人也出来了, 但是一反常态地热聋起来,原来你们就是乐乐地养父母,这些年辛苦你们了,我们给你们一笔钱,你们放乐乐回来吧。 这话说的,不知情地还要以为我养父母,囚禁了我,不稀罕你们的钱。 我爸妈毫不犹豫地回绝了,柳家父母又伤心地看向我,乐乐,以前是我们错了,你跟我们回柳家好不好。 吃错药了,就赶紧去看医生,我没蠢到相信你们的口蜜复健。 我冷冷地对了回去,果然话刚落,他俩脸上强行装出来的那点悲伤,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恶狠狠地骂道, 你以为我们真想你回去,回去了也就是拿你给撕撕出气而已。 你最好祈祷,以后别撞在我们手里,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。 骂得那样狠,好像我是他们仇人似的,我妈心疼地抱住我,而我爸直接就一拳砸到柳父脸上去了,你他妈的就是个畜生。 柳父被打得嗷嗷惨叫,抱头鼠窜,柳母慌忙,跟着柳父跑了。 我爸狠狠呸了声,老子撸了你的首付。 对,看他还怎么嚣张,都没用上我出手,我爸妈瞬间就达成了一致意见,敢欺负咱们佳乐乐,那就打回去。 在我知道我爸打回去的方式时,事件已经过去了很久,彼时他老人家已经靠着投资混出圈了,财经新闻上经常能看见他,报道均都说他靠见识发家。 如今资产遍布全国,已经顶替柳家,成了新一代首富。 而成为首富的那天,我爸直接在市里给我买了一栋楼当庆贺礼物,说开公司太累。 让我当收租婆,得了,我失笑,告诉他其实我更喜欢,跟在他身后摆弄那些石头的日子,虽然钱不多,但是很温暖,把我爸感动的哟,直接又买了两栋楼送给我。 而柳家则不行了,投资什么就亏什么,做哪行生意就哪行不景气,简直成了倒霉的代名词。 而柳氏也随着经营管理上的不善,在急剧走下坡路,而且还被曝出财务方面有问题,如今正在接受调查,一夜之间差点破产。 而我无意中还拍到了一组,柳氏带着人欺负女同学,逼人家下跪的霸凌,画面,这种事情零容忍,照片很快就放在了教导主任的案头,当天柳氏就被退学了,他打电话给我,开口就是立生,责问,苏勒,是不是你拍的照片投诉我? 霸凌者,永不被原谅,我淡淡说道,你就不配上这座高等学府。 哼,我爸有钱,我想上不就上了。 他还挺洋洋得意的,但转瞬又怒道,但是你害我在这读不了书了,我跟你没完。 我对他只有无语,也投回见时到了三观扭曲的人到底有多可怕, 这件事都是他挑衅我在先,我还手在后结果在他眼里,他欺负我是可以被原谅的机操。 我要还手就是我大逆不道,简直岂有此理,你还是好好关心下,你爸到底还有没有钱供你挥霍吧。 曾经的首富已经风光不在了,强倒众人推呢,宿舍里少了柳丝,简直连下雨天都明媚起来,风都是香的。 而我爸也叫我回家一趟,说是当上首富后要举办个宴会,宣告一下,然后还要正大光明地介绍我身份。 我说不用,但他在这事上极为坚持,说曾经因为身份的事让我在柳家人面前,受了不少委屈。 现在全兜的还回去,其实我都已经忘了柳家的那些事,不过老父亲既然还惦记着这事,我也就卡着时间请了假,直奔宴会场所,免得耽误复习。 只是没想到真相定律,冤家真的贿赂宅,我才禁验厅,就碰上了挽着年轻男人胳膊的柳丝,看那样,应该关系不浅,哟,土包子竟然来了。 我打量柳丝的功夫,他已经讽刺到,知道这什么场合吗? 你穿身校服就往这里跑,也不嫌丢人现眼。 这身校服,你想穿也穿不着。 我骄傲得昂首挺胸,顺带扫了眼柳丝身边的男人,你眼光真差,我建议你去洗洗眼睛。 男人似笑非笑地看过来,一双眼睛竟然比我见过,最漂亮的翡翠还要好看。 我想了想,真诚地说道,眼睛是真好,看,但你要是用不上的话,我建议你捐了吧。 不然白瞎了这么漂亮的眼睛,男人笑不出来了,柳丝跟吃了瞪眼玩似的,苏乐,你居然对,你疯了吧? 我实话实话而已。 我怂怂间,看见我爸已经在主席台上向我招手,便快步跑了过去,乖巧地站在了他身边,而台下走过来的柳丝已经彻底傻眼了,倒是他身边的男人意味深长地看着我,看得我不动声色地瞪了回去,看什么看,没见过女人啊,这是我的女儿苏乐,我唯一的宝贝女儿。 我爸感慨的声音响在耳旁,我瞬间收回心神,配合地做出了伤感表情,我是不喜欢这种场合的,但我爸需要,我就在,不过他老人家也是个大老粗,做了简短介绍后便带着我下台了。 我还想着我的复习,因过境之后就打算溜回学校,但没想到柳家人毅然冲进了会场,看见我就大哭起来。 女儿,我们可算找找你了。 姐姐,我们找得你好苦啊。 柳明也哭得伤心,则,这是想强行捆绑关系,宾客们已经哗啦啦让开了条道,让柳家人能直达我面前。 而方才跟在柳丝身边的男人,却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,放低的声音里含着急许玩味,苏小姐,需要帮忙吗? 让开,别拦着我发挥。 我连眼角余光都没撇塌,紧紧盯着边哭边跌跌撞撞冲过来的柳家人,我爸皱眉,乐乐,我俩谁来处理? 我。 我答得干脆,感觉到始终有人在盯着我,一侧头就见那双鼻翡翠,还漂亮的眼睛似笑非笑,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,苏小姐终于舍得赏我一个正眼了。 她低声笑着,语调不及不徐,虽谈不上请客间就让人有好感,但也不至于心生厌烦。 我看看她,露齿一笑,叔叔,你有事? 我分明听到了我爸憋笑的声音,叔叔的脸也黑了,我轻哼,回过头继续看柳家人,没事别往我身边凑,影响我拔剑的速度,乐乐,妈妈终于找到你了,柳母到我面前就摔下去了,坐在地上哭得伤心欲绝,柳父和柳明左右掺着她,满眼都是强忍的泪意,乐乐,心甘宝贝,原来你是被苏家抱走了呀。 苏先生,我们给了乐乐生命,你们养育乐乐长大,这是天大的缘分啊。 还希望苏先生能帮帮我们,柳家人哭声哀痛,但除了刚开始嚎的那几包有关于我以外,剩下的就尽是和我爸攀关系,想让他帮忙挽救已经败落的柳家。 我爸看向了我,我挑眉,淡淡地看着柳家人,我承认你们是我父母了,可我们真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啊。 柳家父母满脸伤心,大帽子飞快地扣过来,你该不会是因为柳家败落了,而苏家已经飞黄腾达,所以嫌弃我们吧。 嫌贫爱富,用在你们身上正合适。 我淡定地走上舞台,把曾经柳家父母写的断绝关系书传到大屏幕上,看清楚了,我与你们姓柳的,有何关系? 断绝书的时间很清楚,那时柳家还如日中天,是你们不要我的。 我看着柳家人,对宾客们各式各样的眼神并不在意,诞生说道,我苏勒吃的是苏家粮,穿的是苏家衣,该要报答的也是苏家父母,我与你们,熟吗? 我曾经满怀赤诚地找上他们,他们却只给了我无尽的羞辱和鄙夷,连这封断绝书都是迫不及待写下来的,现在还敢跑过来,跟我说,想我这个女儿了。 我呸,柳家人被轰走了,我爸妈抱着我哭得不行,他们那样欺负你,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? 那时他们家厉害,欺负我就够了,哪还能让他们欺负你们? 我笑着抱抱两老,别哭了,今天大喜呢。 你就是个傻孩子,我爸妈抹着泪,哭着哭着又笑起来,但却是我们最好的女儿。 嗯,你们也是最好的爸妈。 我笑着擦掉他俩脸上的泪,现在我要回学校复习功课了,你俩能答应我不哭了吗? 两人催我,我们又不是小孩子。 嘿嘿,那我就放心了。 我抱抱他俩,也就准备离开,但旁边却响起了清浅笑声,苏总,我送令爱一程。 又是那个男人,我以为我爸会拒绝,但我爸却明显惊喜,又惊讶了下,那太麻烦,其总了吧? 不麻烦。 男人摇摇头,而后伸手,比翡翠还漂亮的眼睛笑吟吟地看向我。 苏小姐,认识一下。 我是齐俊。 柳家彻底败落了,而我爸的生意却开始如日中天,很快就坐稳了首富之位,再然后就给我们学校捐了栋楼。 他是真有钱啊,我拿着捐赠证书,心底无比感慨,我爸也太厉害了,有钱他是真捐啊,但有件事我挺不爽的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身边就多了个叫齐俊的男人。 我对他,他能笑咪咪地给我对回来,然后还用那双漂亮的,我都不忍心骂的眼睛无辜看我,大学四年,我除了前两年能看见围着我的迷地迷妹们以外,之后的时间就只能看见齐俊那张号称,少女杀手的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,好巧不巧的,这人居然还是我校友,只比我大五届。 我看室友冲他的言吃笑,就忍不住皱眉头,真有那么好看吗?当然,这可是学长中间的神。 然后又问我,难道不好看? 我摇头,我是诚实的孩子,都是两只眼睛,一个鼻子,有什么区别? 设有震惊的表情,我至今难忘,但我有说错吗? 再然后,毕业的时候,我终于忍不住问了齐俊,听说齐是珠宝家大业大的,你天天围着我转,就不怕齐是破产。 不怕,因为我发现了快价值连城的蒲玉。 齐俊凑过来,漂亮的眼睛里映着小小的我,好看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幕,而他也轻轻地笑出声来, 乐宝,你钻研了多年的玉石,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来?钻研我。